极乐世界的天人 望有缘看到这个视频的朋友都能随喜订阅人间修行录频道 点赞并转发本视频 让更多的有缘人加入修行的队伍 就是成就不可思议的法不失功德 念佛人能够由专修敬业这种上根 感通阿弥陀佛的慈悲愿力 临命忠实蒙佛皆引 往生极乐世界 到极乐世界 受人天报 也就是极乐世界天人的身份 但这可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天人了 两者是有着天渊之别的 极乐世界的五尘之境非常的清静 五尘都能说法 到了那里 一见到阿弥陀佛就能够证人我空 就不会生起任何烦恼 就可以破除我之我所有 所以我们虽然是极乐天人这种身份 但天人这种说法是随顺他方世界的称呼而言的 其实往生者得到佛力加持已经是不退转的圣人了 感谢观看